在內戰的廢墟隨便走走 結果就莫名其妙的被帶進警察局了 就是... 我很少在旅途當中這麼生氣的你知道嗎 不知黑衣男子竟然直接抓著我的背包 把我從車上拉下來 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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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早安 這是我的早餐 就是非常簡單的餅啊 然後兩顆水煮蛋跟紅茶 在這邊就是真的會有大明星的感覺 再一次體驗到了 就是這兩位大哥呢 剛剛看到我的相機 然後問我說從南北來 Salaam 哈囉 哈囉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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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布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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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我來面對你 好的 歡迎 好 來到這邊看到這圓環 這個時鐘 然後還有那個裝置藝術 這邊就算是HOMES的適當型 這個圓環 以這邊如果去切 這些氛圍就是有沒有被戰爭影響 那邊就非常的熱鬧 但是往後面走的話就是人也會比較稀少 對那邊就炸得非常的恐怖 體無完膚 那我們現在就帶大家直接過去看一下 那這邊的話也會有非常多的市集 像在這邊 然後你要買任何東西也可以來這裡 OK買衣服啊 前面就有一個小小的爆炸 今天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補拍一些畫面 在內戰的廢墟隨便走走 結果就莫名其妙的被帶進警察局了 跟大家講一下剛剛發生什麼事 就是我在廢墟拍照的時候 突然有一名警察騎了摩托車停在我旁邊 打一通電話然後劈啪講了一大堆阿拉伯文 接下來不到五分鐘一輛軍用卡車下來四個人 然後跟我講了一句YALA 然後呢就這樣子我被載到另外一個廢墟 然後那邊是一個有點像警長的辦公室 然後坐下去呢他批他問我為什麼要拍照 為什麼要拍一些廢墟 然後我只能用我三吹不斷直舌跟他說 我要告訴大家 虛尼亞是非常漂亮 對那他最後也相信我了 然後看著我的照片一直小 因為他覺得 我一直對著鏡頭這樣講話 然後本來他也聽不懂 然後看一看 然後就說 GOGOGO 一幫我錢都沒有花 讚 但是跟警察還是非常的優異 這只是今天的第一次喔 下午還有一次警察局之旅 好我們快到飯店了 我來跟大家講一下 當然是葛的冰淇淋很多 而且很便宜 像這個草莓口味的 只要一千塊 等於說是六塊台幣 多一點點 但他超難吃 我史上吃過最難吃的 史上吃過最難吃的冰淇淋 因為他有一個超級濃的 超級濃的那個花王洗碗筋的味道 完全不行啊 我的敘利亞好朋友 還特別騎車來載我去巴士站 人真的很好 好啦要離開Holmes 前往Lataki啊 是的 烏魯 謝謝你 歡迎 我會珍惜你 我也會珍惜你 如果有人來西蘭 我會打電話你 是的 OK 謝謝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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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 拜拜 這是騎士堡 其實敘利亞境內有很多從中世紀 十字軍東征就存在的城堡 保存的非常完好 有時候還會在那邊開派對哦 好了 接下來的故事 就是我在這整趟中東之旅 四個月最危險的事件 注意這位黑衣男子 我是相信人性本善的人 所以當到了Lataki啊市區 黑衣男子問我需不需要幫忙找飯店的時候 我說當然好啊 我們就攔了一台技能車 前往冰海的度假村 好 那我現在已經在Lataki啊這邊了 Lataki啊 誰Lataki啊 Lataki啊來 OK 好 那這邊的話就是一個度假聖地 然後我們現在離那個我下車的大概往北開 開到這個海灣這邊 就是海水浴場啊 海水浴場大概是15到20分鐘左右 那我就是住哪裡呢 我跟你說 我住哪裡是那個車上的那個車長先生 他幫我找的一個晚上就是大概800塊左右 800台幣 我覺得這個價格是 你能在敘利亞這邊找到相對之下比較便宜 就平價就是800塊起票 對 外國人的價格都是這樣子 對 當地人的話就真的很便宜 但是沒辦法 然後就是 來到這邊真的太少遊客來了 對啊 你也沒辦法訂 然後我要找的話就是 找市區的 但是還好他們人很好 直接叫我上計程車 然後他要帶我來這裡 然後找一間 民宿 住下來 A few moments later 各位我現在已經來到這個Latakia的海邊了 但是現在發生已經很 很讓我賭爛的事情 我很少在旅途當中這麼的不爽 OK 那我現在就是跟 在車上呢應該說 他問我說有兩個人 OK 那我是跟他買票的 就是 我很少在旅途當中這麼生氣的 你知道嗎 就是 他們真的是獅子大開口 我來跟大家講一下 Salaam 對 他跟我要價200塊美金 兩個晚上家 車錢 Salaam Hello 對 兩個晚上家 車錢竟然要200塊美金 這個是完全不可能的價格 OK 而且他 是開25萬 虛里亞 Yes 虛里亞棒 虛里亞棒25塊的話 除以4500塊 只要6 不到60塊 結果他竟然跟我開200 那我這個時候就打電話給Pony 對就是那個賀魯斯之眼Pony 還好他還好我有認識會講阿拉伯文的人 對 然後我就跟他跟他講 然後請他幫我翻譯一下 結果那個女生超級生氣 氣到一個炸掉 他一直掛Pony的電話 他有覺得超級不好意思 然後我還沒有講完喔 那Pony跟他講的時候 他從200改到100 然後其實只要670塊就綽綽有餘了 所以我瞬間對這個Lataki 這個美麗的沙灘這個度假生地呢 有個不好的想法你知道嗎 對 就是對他 Salaam Salaam Where from Shino Yu..Yu..Taiwan Taiwan? Youtuber Yes 對啊 這邊的人真的都很Nice 可是就是 他剛剛真的太想要賺我錢了 然後一直掛我朋友的電話 那我現在就是背著我的包包 那最後呢我還是有付錢 他一直跟我說 就是既然車要5萬塊 Salaam 就是300塊台幣 我說好啊沒關係就給你 我就是花錢消災 少在那邊跟我543 然後他剛剛還想召我的護照你知道嗎 他剛剛還在那邊說 我的護照怎樣怎樣怎樣 說我不能走 然後我就是直接搶過來 然後直接離開這裡 所以我現在要 不要不要待在這裡 對 不要讓他們找到 我要帶他上另外一台 計程車了 所以我覺得他們實在是 實在是不行啊 就是 有人 有的人很好 敘利亞人民 然後有的人就真的太 太壞了 對啦 Salaam Yes 我剛剛看到那兩個 那對男女呢 現在走出來了 他們現在沒有到柱缸那邊 我以為他們要住 他們就是正要卡我有水的 對然後 我不知道他們等一下會不會來跟我講話 反正我是不會理他們 那給大家看一下 No the youth You stay here No no the youth Salaam 好我跟你說那個男生呢 開始追上我了 他一直跟我說要我去警察局 但是我不覺得我也需要去警察局 你看他現在就一直跟著我在後面 你知道嗎 Salaam Salaam OK Salaam 好你看你看你看 兇神惡煞的 讓我去警察局 你看 對在哪裡 你看你看你看 對 所以現在就是上架 我們就這樣在路邊直接吵了起來 連路人都來幫忙溝通 後面綠色衣服的是路邊的摩托車司機 我跟他使了個眼色 跳上摩托車想要一走了之 殊不知 黑衣男子竟然直接抓著我的背包 把我從車上拉下來 害我差點摔倒 我直接暴怒把他推開 並用F開頭的髒話問候 隨著事件越鬧越大 圍觀的人也越來越多 一名德國人騎著摩托車過來 用英文問我發生什麼事 講了個大概之後 他就建議勇為的說 可以陪我一起去警察局溝通 好我們現在就是要去 呃 警察局對職 You're a fucking boss 後續發生了什麼事呢 最好的事情就是要來跟大家講一下昨天 後來進警察局的後續 好我們要從哪邊開始講 我想一下 OK好 我不是遇到那個建議勇為的德國人嗎 他就陪同我一起到了警察局 那其實我覺得 Shiria的警察 還蠻不錯的 其實他們不是警察 他們已經是軍人了 對他們是穿軍裝 他們不是穿那種警察的制服 因為其實你在Shiria這邊看到 路上那種交通警察 穿白色然後戴安全帽 但軍人的話就是 直接拿IK47 然後在警察局這樣子 所以那個 我不知道他們定位是什麼樣 Anyway 他們就是在這個小鎮的算是 呃 警察的身份啦 那到了警察局呢 總共有1 2 3 大概3 4個警察 然後就開始聽 我跟那個 因為我不會講阿拉伯 就開始聽那個我的朋友 德國人 阿力 跟那個黑衣男子呢 他們就開始講說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黑衣男子就劈的啪一直講一直講 然後這時候阿力就幫我翻譯 然後順便問我說 欸這個狀況真的是這樣子嗎 那其實阿力他又講一句話 真的很好笑 因為我就直接跟阿力說 他一開始跟我開價是200塊美金 然後那個阿力就說 蛤 200塊美金 他說OK The police will fuck them up 他就覺得 這太誇張了 那個 警察一定會幹咬他們 OK 因為他說那個警察 其實人都非常好 他也認識 因為其實那個阿力他是 德旭混血 爸爸是德國人 媽媽是敘利亞這邊的人 然後每年都會回到敘利亞這邊 所以他是雙重國際 他有敘利亞護照 這我覺得超酷的 好 那在警察局的時候 我們就一直辯論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 阿力跟我說 如果你的護照已經被他們拿走了 他們已經登記的話 你可能就一定要付錢 我說啊是這樣子嗎 可是我還沒有簽名 他說啊 沒有簽名嗎 那應該就沒事 所以呢 到後來那個警長直接打電話 請屋主過來 那其實那個屋主超無奈的 因為屋主 我在這個過程當中 在跟那個黑衣人交涉當中 然後打電話給Pony的過程當中 完全沒有看到屋主 所以屋主的話就是 被叫來以後就覺得 好發生什麼事 我完全不知道 幹什麼什麼事情 這樣子 然後黑衣男子 就劈哩啪又繼續講啊 我跟你說 那個黑衣男子就是 咬定我不會講阿拉伯文 所以我們去警察局的時候 他覺得 他就可以信口開河 反正 我不會講阿拉伯文 我也沒辦法辯解 殊不知在路上 這麼多人 健以勇為的幫助 而且不是只有阿力 而且還有在 那個小攤位旁邊 遇到的 印尼人 他可能看我膚色黑 覺得是印尼人 很高興的 跑來跟我講話 他說如果你有任何需要幫忙的話 我可以幫你翻譯 因為他會講阿拉伯文 對 所以我覺得他們人都很nice 然後在圓環 大家剛剛看到那個影片 也是有人 見義勇為說 你根本就不需要去警察局 你沒有做出任何事情 對啊 但是anyway 到警察局的時候 到最後 我只付了 第一個晚上的一半 我就直接問阿力 說我可以付錢以後不住嗎 他說當然可以 然後 因為那時候我身上真的不剩 沒有剩很多錢 沒有剩很多 虛利亞邦 大概只剩10萬塊 然後5萬塊已經拿去 付健車錢了 然後剩下大概6、7萬 然後他就說 那你給我 那個阿力就說 那你給我5萬 就是你付第一個晚上的一半就好 對 然後5萬呢 我就拿 我就數一數 然後給阿力 然後阿力就把他交給 那個 黑衣男子 他在交給黑衣男子之前呢 他又抽了1萬塊給我 我覺得他超 我覺得超感動的 因為他就想說 盡量可以幫我 不要被坑 然後最後 最後面呢 就這樣子 所以我總共在這邊花了9萬塊 5萬塊的健車費 然後4萬塊給那個黑衣人 但我跟你說 我後來問阿力 所以那4萬塊 是真的給黑衣人嗎 說沒有 屋主拿走 是說 欸 他什麼都沒有賺到 對 他只賺到那個 5萬塊的健身車費 其實健身車費 我後來問阿力 他說如果從4局過來 只要 單趟只要2萬塊 2萬5而已 所以就是 沒關係 就被坑就算了 好 那我覺得 花錢消災啦 最後花了9萬塊 算台幣的話600塊 但我跟你說 就是阿力 建議有5萬 他直接說 那你就住我們家就好啦 然後 還喝了啤酒 他還親我喝啤酒 所以算是在一個 算是一個小插曲啦 對啊 但我覺得 大家不要覺得 阿西里亞很危險 我覺得這是個案啦 因為我是相信 人性本善 99%的人呢 應該說99.9999% 就是好人 但是 就這麼剛好 然後我遇到了壞人 還好他沒有被我坑到 還好他沒有坑到我 就是坑到我一點點錢而已 但是如果沒有 遇到阿力的話 就不會有後面 這麼好的一些故事 要不然我昨天就直接 跳上車 直接離開這個傷心地 Laktakia 對 所以今天的話 我是不會下去游泳啦 因為我想說既然 呃 沒有想要在這邊多待的話 就直接去阿拉波 就是我在 去阿拉的最後一個城市 但是那邊也遭受到 非常 呃 嚴重的戰爭迫害 所以我們今天 就是要搭車去 那 因為我身上真的沒剩多少錢 大概剩兩三萬塊去阿拉波 兩百多塊台幣而已 所以呢 等一下 我要離開的時候 要打電話給阿力 他會過來 請人幫我換錢 然後幫我叫鑑車 我在這邊一切都靠他了 因為昨天我們就在街上這樣子 喝啤酒啊 到處的人都跟他打招呼 有點像那個 村長的概念 對 那我覺得遇到他真的是 三生有幸的 他真的是我這輩子的貴人 讓我在這邊可以解決 非常多的事情 對 好 那我們最後再給大家看一下 這邊的海灘 那就要離開這個 Latakea小鎮啦 如果沒有那件事的發生 這裡真的是一個 很棒的度假小鎮 給大家看看 阿力讓我借宿一碗的房子 長什麼樣 還有Wi-Fi喔 Yo 各位早安 我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我昨天住的地方 房間 那個德國 說建議有為的德國人 讓我住在他家 好感動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的街景 一起去 猜猜 黑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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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早上有下一陣 超級大的魚 就是用炸的 結果呢 我想說 那應該來海邊 沒有什麼看頭 結果他只下了五分鐘 就是那種武漢雷陣雨的有沒有 那我住的那個apartment 對面就是海邊 就是一個非常棒的一個海灘 帶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其實這個海灘呢 旁邊這一棟跟 Golden Beach 都是非常高級的 專給外國遊客 所以有時候會在那邊聽到一些西邁亞文 或是英文 他們就是在這邊 開Party 那昨天那個Ali就是那個德國人 他有跟我說 只要每到禮拜五這邊都是非常的熱鬧 然後到處各式各樣的Party 我跟你說 好 那這個後面的海呢 就是地中海了 我們走近看一下 好 那這一泡我就不撿啦 直接帶大家來最真實的看一下 度假神地 在Latakia這裡 當天晚上Ali就帶著我 見了他很多朋友 並請我喝啤酒 希望我忘卻不好的事情 正難想像如果我沒有遇到他 該怎麼辦 我沒有遇到他 在這裏 走什麼 王道 請你 做甚麼 開始 你 再出發 那些酸糊就是用它 它有了 它有鸡的濃烈 它有上去 我会上升уть地 我会降雨 我会降雨 我在陸鸭告訴你 是不是要看 在陸鸭看 不是 是 我按政治 我按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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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 我按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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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 二十 四十 十 要準備去阿勒坡啦 搭上車在Latakia停留了短短一個晚上 準備前往下一座城市 為這場驚魂祭劃上句點 西里亞第二大城 阿勒坡我來了 我們下部影片見 不見不散囉